大家好,我是卡姐 在溫哥華列治文漁人碼頭附近 有很多地方可以暴行 我今天來到這裡 現在七點八點左右 太陽已經高高掛了 我今天先來這邊暴行 然後去吃點東西 我來這邊不一定每次來都買蝦 每次來都買魚 不一定的 我有時來這邊運動員、步行員之後 我都會在列治文尋找美食 其實享受生活、分享生活 都是自己的一些日常 不是說我刻意要為拍視頻 要去特地去吃一些東西 而是每日生活都是如是 退休之後 除了每一天運動 就是看看有什麼送菜買 回家煮一些好東西吃 或者是出來吃東西 我今天來到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是在菲薩河邊 這個公園很好走的 風很大 很多朋友都喜歡來這個公園 放風箏 因為有風 那個風箏 才能放得起 我記得在疫情前 這個公園 經常都有舉辦一些 廢船展 現在就沒有了 這些廢船展 但是現在這個公園 都修整得不錯 做了很多的椅子 在這裡 前幾年 它都圍起來 做一些維修 現在基本上是維修完了 全部開放了 在這個步行的途中 我先回答兩位網友 問我的一些問題 有一位網友就說 在溫哥華幾多月份 看楓葉是最好的 楓葉就一定要到秋天 如果你是一個遊客 你又想過來看楓葉的時候 就應該是九月 九月至十月中 都可以看到楓葉的 有些楓葉就不同的品種 也都 那些樹葉變黃 紅的時間 也都有所不同的 楓葉真的有很多品種 我也都在 之前的一些視頻介紹過 也都介紹過 在溫哥華市區裡面 哪裡看楓葉是最壯觀的 我也有做的 大家如果想回看 就要看一看楓葉之前的視頻 其實如果是遊客 你過來溫哥華看楓葉的話 如果你的時間 各種條件允許 我都推薦你 看楓葉這個月份 九月左右 秋天 你都可以順便去我們西北特區 Yukon那邊 就看北極岡 你看北極岡 你就要查了 查一下我們加拿大 天文台的預告 在哪個月份 哪一天 你看到北極岡 那種機會多些 你就最好 就聯繫在一起 可以一個旅行 去到兩個地方 看北極岡 我相信今年 我都會恢復去看北極岡 我以前 差不多每隔一年 我都飛去Yukon那邊 看北極岡 除了看北極岡 其實在那邊 還有什麼看 什麼走 其實不是的 只是找一些地方去的 其實都很方便 有直航 也可以去卡加里那邊轉機 轉機當然便宜一點 但是要轉機 溫哥華都有來陸機 直航去到Yukon 那邊的 亦都有一些 是當地的原住民航空公司 亦都有他們的班次 飛上去我們的西北地區 去看北極岡 好了 另一位網友就問我 他說 卡姐 哪個月份去Banf 玩是最適合的 其實Banf是很美 你可以去路易斯湖 即時拍國家公園 這些已經不需要 卡姐是介紹的了 真是舉世知名的了 那個風景區 很多人先來溫哥華旅行員 然後呢 或者是飛過去亞省 或者是開車 或者是參加巴士團過去的 那你說哪個月份去好玩 其實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風景 展現給你看到 是一個很美很美的 一個旅遊 很值得去的地方 冬天也有冬天的景色 如果說我又不想帶太多衣服 出行比較方便 那當然呢 就是夏天 你看看 現在卡姐行這個公園 多漂亮 現在我走這個海灘 左手邊 就是菲薩河 菲薩河 也是貫穿在BC省的一條很重要的河流 我們是來的 我們BC省的省民 大部分呢 都是迎住這一條 菲薩河兩岸而居住的 那所以這條河也都很重要的 那也是在以前很早期的時候 我們BC省是有很重要的一個臨木葉 那他們罰了一些木啊 那些大樹莊呢 就是迎著飛沙河讓河流帶到溫光華市的木廠 做一些木板、木材出口 是很重要的經濟河 這河一直與太平洋會合 雖然是飛沙河谷的地方 地勢比較低 但我們很幸運的是 前方有些天然屏障 都是福地 住了幾十年 都不太聽過 有很多颱風、水浸、大浪 基本上之前有 但這幾十年來都算是風平浪靜 現在在公園前方 見了一條很長的防波堤 我不知道是否讓人走 我沒有走過 但我遠遠看到這條防波堤 亦是做一個左隔的作用 使大浪不會向這個方向湧過來 好了 我又說回這位朋友說的 蝙蝠 其實蝙蝠在阿伯達省 很漂亮 洛基山脈的山區 地方是一個小鎮 一個湯 當然 它現在主要是做旅遊業 這個湯很古色古香 這個湯不是很大 街頭走到街尾 大約二十分鐘已經走完 有很多酒店 有很多賣旅遊紀念品的 寶貝店 還有一些餐館 有一間是吃牛扒的 那間餐廳叫特戟 如果大家去到那裡 蝙蝠那裡住 或者玩 或者稍微停留 可以去試一下 阿伯達省的三基牛肉 是很著名 很好吃 至於你說蝙蝠之後 玩完了 又去哪裡呢 這間餐廳就是露液絲湖 露液絲湖 露液絲湖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由於它的湖水 都是在雪山上流下來的水 所以湖底部有很多海藻 所以夏天去到 整個湖都呈現出一個很漂亮的藍色 真的好像藍寶石的藍色 是非常漂亮的 你在那裡停留 坐在湖邊那裡 看著遠遠的雪山 看到這麼漂亮的湖 湖的對住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古堡酒店 叫做露液絲湖酒店 露液絲也是英國的公主 被譽為歐洲祖母 維多利亞女王 她都生了很多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都是在歐洲 有聯婚 甚至有些派到來 加拿大這邊做總督 這位露液絲公主 除了她的夫妻 叫做阿伯達 就來到加拿大 在湖邊的古堡大酒店 也都以這位 露液絲公主命名 在洛基山脈附近 有很多河流 那些河流都很喘 那些河流的水 都是一些冰山上流下來的水 真的很冰涼 有一條叫公河 在五六十年代 有一部電影 叫做大江東去 這部是很著名的電影 是馬利連夢奴主演的 他們當年在公河附近取景 其實整個洛基山脈 這個洛基山脈 這個地區 風景非常之美 有我們的國家公園 有很多人到深馬的時候 就會駕駛車去營地 去露營 但是現在你要訂購的營地 也要預早 預早大半年 你就要上網去訂購 不然就沒有營地 給你訂購 租購 租購 還有 如果你冬天去露易斯湖 露易斯湖的湖面 就會結冰 有很多朋友 都喜歡在湖面滑雪 遠遠的雪山 再看到結冰的湖 是非常之美的 如果大家去開那邊 最好就租到這一間 露易斯湖的大酒店裡面住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早起床 你就可以下來那個湖邊 很寂靜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湖邊 那種感覺 簡直就是天上人間 有時候內心那種富足 未必是說是金錢買得到的 你能夠去走萬里路 去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風景 心裡面那種富足感 是不能言喻的 所以我就覺得四季都是很美的 你看一下你選擇在哪個月份去賓符 或者是露易斯湖 加拿大真是大好河山的湖江山色 是很值得去的 因為它是很自然的 很天然的 在那裡有幸 也在賓符內陸靠近阿伯達省 其中一個小鎮已經住過 因為家人在那邊有買土地 經營一些農場 曾經在那裡住過 其實離開那些風景區 也有很多很多很美的千年冰湖 真是千年冰湖 真是很漂亮的 入到叢林里面 在山边里面 那些湖真是碧绿色 真是好像翡翠一样漂亮的 很多人就说 在加拿大做农民 那我看看现在够不够时间说 其实加拿大的农民是比较富裕的 相信是比城里面的人是富裕的 很多人就带着一些亚洲那种意识来到 农民是与落后、贫困、穷 是连结在一起去赏的 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你拥有土地 拥有大片万颈良田土地的一些农庄主 是非常富有的 他们种的那些农作物 不是说要很多很多人去耕种 其实一个家庭 它已经可以管几百英亩的一个农场 很多时候耕种种类 你种种籠作物的那些 都是用飞机去耕种的 而且政府没有说硬性你 你一定要上缴多少的粮食 没有的在加拿大 你很自由的 我可以将我的地种花旗心 花旗心起码都有四年 你要种种 我就不需要理它了 或者今年我收了黄豆 我收了墨子之后 我就不再种了 我就将它来种木草 木草就是灑了草种 让它自生自灭 那些木草在加拿大 很有作用 那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拿去树木养牆 那里去喂牛 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向这些农场 大量去购买这些木草 那你也可以是很悠闲的 每到那些农作物有收成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省城 大饮大食 去shopping 当年也是 是卖了粟米 卖了些黄豆 或者是那些 油菜籽 用来炸油的那一种 加拿大很出名的 那种Canona油 那种油菜籽 你卖了那些 那你真的有一笔 很可观的钱 所以 在加拿大做农民 他们的房子 建得很漂亮 在农地里多数 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要你怎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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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超过那些面积 多数在农庄里的房子都很大 另外 他有一间workshop 就是专门放农业机械 其实 怎样说农民很富有 一部联合收割机的价钱 是分分钟 是比你一间屋 讲屋 不是公寓 几十万的 联合收割机 是非常之贵的 那些农机 但是这些 加拿大农业部 农协社 农会 农业的一些低息贷款 给予农民 很大的帮助 如果那一年有天灾 可以很低息 让你借到一笔钱 去周转 去买一些种子 买一些化肥 农民就可以向政府 申请这些贷款 加拿大政府 都很重视农地种植 因为这个也是 我们加拿大的 很主要的一个 经济的收益 只有是给予帮助 就不会硬性规定 你农民 你要种什么 或者是你每年有一个配额 你要上缴什么 基本上就没有这些规定 所以做农民 你就要看天气吃饭 但是在加拿大的土地 很肥的 也都不需要 要说是要很大面积的那些去水灌溉 所以在加拿大种植 就因在加拿大的天气 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是非常之寒冷的 甚至已经那些农作物 是被那些雪封住的了 所以一年 你很多时候都是种一组 或者一组 最顶龙都是两组 所以有很多农民 就分散去种植一些 其他的一些 有经济收益的一些种植 我今天行这个公园 就叫做Galley Point Park 不错的 站好行的 你如果是城市 你只是打一份工 但是做农民是自吸自足的 相对来说 在北美洲做农民 是比较富裕的一群 而且他们屋里面 都是非常之现代化的 全部都是装修得很漂亮的 亦都是有自己的花园 有自己种菜的地方 种一些果树 亦都跟一些养蜜蜂的人合作 让他们搬一些蜜蜂的蜂箱进来 那就是互利的 他亦都是蜜蜂采物 那你果树 亦都是通过蜜蜂 去传那些花粉 令到那些果 是长得好 例如好像羊 雞、鹅、鸭 都有羊 所以当时也是 为何一个香港移民的家庭 在60年代过来 去经营农场呢 那这里亦都有一段故事 那我就在这里略略说 那我们有一位叔公 就是我爷爷的那些兄弟 那他呢 其实在乡下 就已经是来的第二代 那他呢 就有一个partner 就是荷兰人 那他有很多土地 那他就开始种了 那到我们的家里来的时候 那叔公呢 和他的partner呢 也都漸漸老了 那他也都很想有人来接手 那他说不懂 那他说不懂就教到你懂 那也都是以一个很低廉的价钱 去转让了他三个农场出来 那所以呢 当年真是很便宜的 好像是我如果没有听错 就应该是200元加指一畝地 有些就是100元加指一畝地 那来计算 是转让了过来 那当年呢 也都曾经在那些小镇 那些农庄里生活 这一段呢 也都成为琴姐的一段 很难忘的一段 生活经历和回忆 所以如果这一位朋友 说要来蝙蝠玩呢 那我相信你就不是单单去蝙蝠的了 你一定会在周边那些 国家公园啊 或者是一些景点那里玩的了 那有很多人呢 他们就喜欢是在温哥华 坐巴士团 这样出发过去亚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营路呢 都有很多的风景可以看到的 以前真的 那个团费是很便宜的 现在呢 就越加越贵了 现在分分钟呢 你玩一个星期呢 那个团费已经上一千的了 以前呢 两百多三百元 那就可以了 那没办法了 现在是不是 汽油又贵 人工又加了 是不是 那你就 就什么东西都是水涨船高的了 那最近 我们的央行又加息了 那这个问题呢 也都要找一个时间 去谈一谈才行 在电台 有时听节目呢 就说到 现在加息 那些通胀很厉害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很多市民在那里 说 最坏就是美国的了 美国印银子 印银子的后果呢 就拖了加拿大落水 很多人可能对美国都不知道一种什么的想法 那我自己个人而言呢 各种因素都有 但是呢 你不要忽略 你现在呢 我们这些星斗市民 还要是加拿大的 星斗市民 对于美国的一些国策 或者美国的一些做法 政府上面一些决策 我们 你可以在那里发泄的 但是 我们有什么power去 令它改变呢 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一个 有这么本事的政府 或者人 可以去改变美国的一些决策 我自己觉得呢 首先就是去关心我们自己本身 加拿大的一些政策 现在的通胀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那些汽油很贵的了 那么很多人就说 汽油升都不关我事啊 我又没有开车 但是你没有忘记 那你也要搭巴士啦 你没有车 是不是 你要搭地铁啦 你要去超市买东西 那么超市那些所有的食品 都是通过 运输 物流运输 这样去送到每一个 不同的supermarket 那如果你汽油贵了 那运输费呢 一定是贵了 贵呢 水涨船高 羊毛就出在羊身上 一样是转价给星斗市民的 还有一样东西 现在政府你都不去压抑 去管好这个汽油的价格 那也都要加一个碳税的附加费 我一直在想 究竟我们交了这么多年的碳税附加费 用了在什么的一些环保的项目上面呢 提倡环保是没错的 这个主题 但是现在我们的汽油 这么贵是有很多原因的嘛 因为环保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省 去建一个练油厂嘛 那你就算有开发了石油啊 油沙出来 但是这些全部都要经过练油厂去提煉 你才能够得到那些汽油的嘛 是不是 那你没有了 那这些所有的原油 就运到去 好像美国西亚图的一间练油厂那里去加工了 加工完之后呢 提煉了之后呢 再是运回来我们BC省 一来一往 就真的价钱是贵了的了 一个肯定的了 是不是 而且我们是也都没有一条输油管 全部就是靠这些油车啊 火车啊 那样运回来的 如果西亚图那间电邮厂 有什么事 要停工啊 检查啊 休息啊 我们那个油价呢 就那一秒呢 就立刻是升高的了 还有就是现在就是你政府部门的员工都带头去加薪十几个百分比 这个十几个百分比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私人那些公司的员工的人工加幅了 那你都带头加的时候 那你各样也都是令到所有人呢 那些税金也要提高了 对不对 好像我们的地税那样 每年是这样加 所以我有时在听听一下 我在想 与其是去谴责美国 倒不如呢 就是去监察我们的政府 可不可以 在现在目前这么高通胀的情况下 去冻结 不要再加那个地税 一至两年 我觉得已经真是造福人类了 如果他这样做 就不要去扯到这么远了 有些朋友就说 因为资本家的谋利 说老实一句 说这句话都多余的 资本家一定是谋利的 如果他没有利可逃 他为什么要拿钱出来投资 是不是 他投资他就是希望有回报 回报之余 他亦都希望有高回报 如果没有资本家来投资一些企业 工厂 那我们哪有攻打呢 我们平民百姓要打工的 不是个个可以做老势的 也不是个个可以做政府公务员的 所以说这些 你归根到底就是 政府一定有时候 你都要行政去干预一下 现在为什么我们的汽油升得这么贵 年年都是加地税 现在其实温哥华建了很多屋 那应该地税的征收是很多的了 但是都是年年地加 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要去问责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去问旁边的那个人 为什么印银纸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就来到列治文这一间的小菜馆 就去吃我的午饭 这一间小菜馆 它那个 湛光鸡是做得不错的 真的皮脆肉滑 虽然皮脆肉滑 虽然皮脆肉滑 不吃 就希望大家 如果你怕肥 怕胆固醇 几好吃的皮爽肉滑的鸡 你也是 麻烦你了 那些鸡皮就真的不好吃了 没有办法的 如果你经常出来喝茶吃饭 你又吃到这么贵 就真的控制不了 这一间小菜王 我如果过来这边 我都很多时候过来这边吃饭 它很有锅气 和它的菜单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我都很喜欢吃它炒的菜 那价钱呢 也都是暂时 so far来说 都算是相宜 不过最近那些侍应都跟我说 改菜单了 要加价了 又加了 现在呢 簡直麻木了 对于加价 你除非只有两个选择 要是出来吃 要是不要出来吃 它那个鸡 真的做得挺好的 和它这个汁醬 它真的放在沙姜 很多人放在沙姜 沙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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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只鸡 你可以叫一碗白饭 如果一只鸡 可能一家人来吃 半只鸡 一个人吃 两个人吃 你吃不完 你拿走 它这个鸡 真的做得不错 它主打就叫做 沙江鸡 我相信住在广东一带的人 对于沙江鸡 就再熟悉不过 我曾经在 例如沙江鸡 就吃过沙江鸡 那些沙江鸡 它们是用大线鸡来做的 是很好吃 那这里它主打就叫做沙江鸡 还有沙江鸡 它都有几种煮法 有是盐焗 有是白切 还有是蒸 蒸鸡 还有我叫一个 这个就是 冲爆牛肉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吃饭的 一个饭 这一间 小菜锅馆 它的饭菜是做得不错的 真是王气很好 记得 吃的时候 要夹了鸡皮